赵广明65岁 丧偶 老家辽宁海城 现定居长春 退休金3000元 有双宝 住儿子家 在市场里 被双宝 忘记本期邪宝 是什么样的 我给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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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之后 你是年轻的时候就学过吗 这话是零的 以前我学那时候是学耳虎 吹笛的琴 我那时候我买钢琴吧 我买一把 你买一个就买一个 你这个是后学的呀 这才多长时间 这才半年吧 会弹琴的男人 还是很有魅力的 虽说大哥的琴音有点跑偏 但大哥说 这可都是自己自学成才的 除了会弹钢琴外 赵大哥说 自己还会拉拉小提琴呢 这种派桥 所有的都是你自学 就是那下就说你一放 战车的指头 就是什么调的 什么乐器 邵大哥说 自己从小就爱好文艺 但没经过专业的学习 所以没能走上艺术这条路 现在这些个乐器 只能当做平时的爱好了 除了爱好这些个乐器 大哥说 自己平时对穿着打扮 也是很讲究的 我就是在背上 但是我出门的时候 不管在辽宁海这边 我这形象我得好好收拾 绝对不能随法就收拾 平时经常就是穿这种风格的 风格我就是休闲 以休闲的东西 我不爱穿件裤子的 啥衣服都有 在这都便宜货 那还有不是说 都不贵呀 都不贵呀 都不贵 这衣服就是 四五十块钱 一百两块钱 是 你身上穿这件多少钱呢 这是二十五啊 这两百一条 在那个七十五月 两价是五五十块钱 那我便宜 裤子是五十块钱 跟那个 长春那个黑黑黑黑牛饭的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 虽然加起来它七十 但穿的女生人的质感 不像只有七十块钱 不太多贵 主要是看谁穿 基于上一次相亲没成功 这一次这赵大哥 又提出了新的标准 修 ail点点 你要不要俗的 就叫我再教ک你了 成一步不成就在你了 在这 想找苗要一样 是不是 这次赵大哥着重强调了 想找个身材秀溜的 个子稍微矮一点的另一半 公娘还真就找到了这么一位 家住长春的57岁的张丽霞大姐 张丽霞57岁 离异 住房面积50多平米 现收入2000元左右 我是辽宁老赵 辽宁老赵 你 咱过我手吧 这个是张丽霞 张大姐 然后赵广宁 赵大陆 辽宁老赵 吉林老赵 白家姓赵先生 赵先生 赵先生 对对对 我们就不用干啥 就是很自然的 有啥说啥 坦坦坦坦坦